年轻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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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工作时间一直比较长 大概是从 我们九点开始上班 也一直每天大概都要到 半夜吧差不多 跟之前相比 多了三分之一 多的时候 周一我们今天发货量比较大 大概最多能到 八千到一万差不多 一直在坚持 为了保供 也是为了北京市整体 第一时间把药送到 也是为了让顾客尽快吃着药 从12月1号开始 到昨天 我们已经完成了 1170万盒的药品 配送 我们整个这个物流的吞吐量 我们原来是每天是 三到五万件 我们现在今天要出铺的 就要四百多万件 主要就是这个抗病毒类和 退热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